这个作品呢我其实是在网页上下载了一个就是关于天津爆炸案的一个报道 然后呢我就把很多人隐藏进去因为他们的身体 因为在天津爆炸里面已经死了很多人 这中间好像很多好像一些搞不清的故事在里面 也是好像是有59个人还是49个人 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一些被判刑 也是刚刚有的一周前的一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艺术应该是和人类的苦难结合起来 你看这种绝望的表情 惊异的表情 悲伤的这些表情 就是这些东西来探讨 这种我们现实世界里的一些问题吧 这个其实是毕亚索的名作 当时是德军轰炸了西班牙的小镇 然后之后呢 比亚索 他是一个西班牙人 他的那种一种愤怒 或者对那个问题的一个 对这个事件的一个一种记录 用他自己的方法 他的立体派的方法来画了这个作品 应该说是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其实从这页人的作品里面 我们作为艺术家应该能够吸取到一种精神 就是说是一种人们关怀 不仅仅是你作为艺术语言自身的一种创造创新 同时艺术家应该是一个 对人类的苦难 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现代人们所经历的一些问题 要用心去体现它 我觉得如果说像大师学习 像来继承他们的一种艺术的精神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艺术的精神来源 作为艺术家对未来的一个判断来讲 我觉得要不断的打击 我说的不断打击 虽然我做的隐身作品 有时现在是第十二个年头 第十一年 但是我觉得对虚拟世界 我还是刚刚开始 所谓的智能手机 所谓的这种苹果 也就有几年的时间 所以说我都觉得 这只是开始 未来的话 我觉得相信还有很多作品 就是关于黑客呀 关于这种虚拟世界呀 这种图像之间的这种斗争啊 这种怎么讲 这种应该说 意识家的图像的讨论 也不断地要去加强它 强调它 因为就是说 为什么要有黑客的这个想法 其实好像挺奇怪 但是我就觉得 作为艺术家 应该对现存的世界有敏感 因为艺术家其实做了一个就是讨论图像的问题 但图像背后又隐身着不同的 它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缩影在它的后面 比如说我拿下图像来把自己藏在什么地方 它本身它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像 印象牌时期的那些那种 工业革命的人的那种 那种心理压力 也没有说战后 美国的这种所谓 高速发展的这种物质 给人的那种心理压力 而我们现在的心理压力 是来到虚拟世界 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的 如果说有这个尝试 如果有价值的话 可能我从一个艺术家的敏感 或者对世界的一个判断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才有一些意义 虚拟世界和我们的压力 我们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 我倒觉得我这个网络上的互动 可能是比较重要 其实我是在网络上 把蒙娜丽莎原来的那个 有很多网站把它给替换下来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边 用这个黑客技术 做了这么一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现在人们 其实从 整个 从现在往上推一百年 人们的视觉 其实各种门类都有 都经历过 感受得过 但是说 但是对虚拟世界 对这种 一种 怎么讲 是一种 还没有说 还没有很多的 这种体验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 如果有一点创新的话 从这个角度是 其实图像本身 带给人的 视觉上的这种刺激 新鲜感 现在几乎是 不可能达到了 可能从那一点 可能会有点细腻 就会有点很高的 对我来说 就会有点 自己觉得我来说 我来说 不可能达到 又有点 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